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i酱与皮皮酱的频道,我是小I DoubleTaps今年春夏季的发售已经过半了 之前我们做过了一期迷彩斯大尔的开箱 那今天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另外两款单品的测评与分享 现在已经进入春末夏初了 很多地方的小伙伴呢,应该都已经把歪套收起来 开始单穿一件T恤了 那是不是有很多小伙伴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每年一到这个时候,穿衣呢就会变得非常的局限,非常的单调 要不然就是一条长袖T配长裤 如果天气再暖和一点呢,那就是短T配短裤 好像从整体的造型上呢,很难再像秋冬季节那样 通过叠穿来打造出层次感 然后穿出各种变化 但是呢,其实有一款单品可以说是这个季节的穿搭力气 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穿着来打造出层次感 可以让你的穿着呢,不再那么的单调和无聊 那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一款单品,马甲单品 今天给大家带来DoubleTabs 在这一季推出的这一款Rack马甲 这款单品呢,在发售之后人气一路飙升 马甲并不是DoubleTabs的定番单品 最近几年呢,DoubleTabs出的马甲单品也不是很多 比较近的一款呢,是我们之前节目中介绍过的 在去年秋冬季推出的那一款防弹棉马甲 再往前就是18年春夏推出的一款Rack马甲 今年的这一款马甲呢,它的设计灵感是来源于美军的战术背心 但是这一件马甲它的军事风格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软化了 这样轻军事风的设计呢,可以让这件马甲更适合日常的穿着 这一款马甲它的布料非常的扎实 它采用的是加厚牛筋棉布 表面摸上去呢,有一种颗粒感 而且呢,这件马甲带有里衬 所以还是有一定厚度的 这次呢,它推出了两种颜色 也是比较经典的两个颜色 黑色和均绿色 黑色呢,不用多说,非常的百搭 那这个OD色呢,它不是那种非常深的均绿色 它的颜色比较浅 色彩的饱和度比较低 所以看起来它的水起做就感更明显一点 相比黑色那一款呢,好像更有味道一些 这件马甲在整体的风格上还是比较简约的 没有特别繁杂的设计 它在设计上呢,主要就突出了 拉链、口袋、印花这三个最主要的元素 前肩的中央呢,是非常亮眼的重磅YKK拉链 很有分量 而且呢,有轻微的做就 所以和衣服的整体效果搭配的恰到好处 围绕马甲的下摆呢,一圈有八个口袋 这些口袋都设计的比较深,然后袋口比较窄 它的设计灵感呢,是来源于战术背心上的手榴弹口袋 来方便士兵携带弹药 那虽然多口袋的设计是马甲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元素 但是像这一款一样,这样一整圈口袋的设计还是比较少见的 而且相比之前的modular系列那种风琴式的口袋 像这种比较平面的这种贴口袋的设计 相比就显得低调了很多 印花的部分呢,是背后最大的亮点 这个经典的印花logo 还带有一点轻微磨损的效果 那这一件马甲呢,它不但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 内搭一件T恤来外穿 而且呢,也非常适合在秋冬季节作为内搭来叠穿 因为它的口袋设计的比较平面啊 所以即使作为内搭也不会感觉非常的臃肿 而且中间露出的这一条金属拉链呢 还会成为身上的一个亮点 那下面呢,我们就让皮皮匠来上身一下这款马甲 对于每一套穿搭呢,大家如果觉得还不错 可以在弹幕里扣1 如果不喜欢,那可以扣2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款单品呢 是之前我们在节目中就提到过的 在这一季比较期待的这样的一款单品 我们拿到15以后呢,发现质感啊,真的很不错 所以呢,今天推荐给大家 它就是DoubleTapes在这一季推出的五岭衬衫 或者也叫单道 那单道算是DoubleTapes的定番单品了 那这一季的单道,它比较突出的地方就是它的水洗特别的漂亮 和这一季的迷彩四代一样 四代都轻薄一些 所以呢,比较适合在春末夏初这个时候来穿着 那除了在面料水洗上有一些改动以外呢 这一季的单道它在版型啊设计上跟之前的相比没有太大的出入 左胸前呢,依然是一枚有扭扣开合的贴口袋 上方呢,附有胸标 在右肩上也依然做了补墙设计 这是军服常用的一个设计元素 可以通过局部的加厚来防止磨损 在后背的下摆处 还是有一个可以调节腰部肥瘦的扣子的设计 单带的版型它是偏大一些的 如果你是单穿或者是只套一件T恤的话 那可以考虑买小一码 但是如果你是和帽衫来进行叠穿的话 还是建议你买平时的尺码 有的小伙伴呢可能会担心啊 这个五领衬衫好像不是那么好驾驭 因为脖子这边没有领子啊 所以感觉光秃秃空荡荡的 其实大家可以像皮皮像刚才演示的那样 在里面选择内搭一件帽衫 这样的感觉就会好很多 感觉帽衫和五领衬衫 它们真的是绝搭 天生一对的感觉 但是如果天气热了 穿不了帽衫 只能内搭一件T恤的时候 那我建议大家可以在脖子这边呢 搭配一些饰品 比如大家可以带一根项链 或者是带一根挂绳 这样的话呢 其实就可以消解掉 你脖子那边那种空荡荡的感觉 看起来也会好看很多 大家不妨尝试一下 DoubleTapes这一季 现在发售到这里呢 大家是不是感觉优秀的单品 还是不少的 我感觉这一季有很多单品 它们的面料啊 还有水洗都特别给力 我前两天看了一下 DoubleTapes下一季的一些叠照啊 我发现好像有水洗工艺的单品 并不是很多 所以如果喜欢水洗效果的小伙伴 那不妨多多关注一下 这一季的单品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视频 请别忘了给我三连一波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